巴以冲突愈演愈烈 现在很多人担心巴以冲突有没有外溢的风险 什么意思呢 以色列处于的是四战之地 以色列这个国家从立国之日开始 就遭到了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攻击 所以今天我们表面上看 以色列的武装力量比哈马斯强的多的多 可是美军在中东多个国家的军事基地 已经连日遭遇到了攻击 这说明巴以局势是非常错综复杂的 稍有不慎战火将向四外蔓延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总统拜登在第一时间 调集两个航空母舰编队驶入中东的原因 美国也担心下一步会不会有更大的动乱造成 而且此前的节目我们跟大家分析过 以美国今天的国际军律 它能同时支撑两个战场吗 尤其是巴以和俄乌是如此的不同 亲儿子和干儿子的对待那能一样吗 俄乌打了快两年 美国可没派一兵一卒啊 巴以冲突刚起 美国就派了两个航母编队 光作战士兵就超过一万两千人 而下一步 美军要不要增加在中东地方的存在呢 尤其是俄乌打了这么久 我们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都在不断的征兵 因为打仗必须是要靠人的呀 那么美国未来的兵力充足吗 今天就由美国专家学者指称啊 如果美国未来在多个热点领域迎来战争的话 美国有可能面临兵力使用上的捉襟见肘 尤其是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正在制约美军 什么呢 肥胖问题 根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0月20日的报道啊 一项新的大范围研究显示 接近70%的美国军人被认为是超重或者肥胖的 这可能损害美军的战斗率 是的 这份报告指称啊 按照身体质量指数 也就是BMI横给它 68%的美国军人符合超重或者肥胖的标准 研究还指出在过去10年的时间里 肥胖类别的军人数量增加了一辈子多 从2012年的10.4%增加到了2022年的21.6% 谁能想到短短10年的时间美军胖了这么多 我们经常说啊 美国的胖人特别多 多到什么状态 多到触目惊心的状态 在国内我们也有肥胖者 但是中国的肥胖者啊 无非就是体型大一点啊 肥肉多一点 尤其是有一些上了年纪四五十岁的中年男性 可能不注重管理自己的身材 总是大富翩翩的有个大肚子 可是美国的那个胖人啊 看起来简直你感觉他不应该和你都是地球上的生物 美国那个胖人胖到让人 发指的状态 是的 长久以来美国底层老百姓被他们的食品工业所强害 所以美国人是出奇的胖 这反映到美军也出奇的胖 甚至根据此前美国相关媒体的调研指出啊 17岁到24岁的美国人中只有大概不到四分之一的人在学业和身体上呢 符合服兵衣的条件 为什么因为有大量的美国人他们过于肥胖了 这是申请入伍者不合格的主要因素 也是现役人员受伤和因病退伍的主要原因 一个人过胖他很难被军队吸纳 可是一个人在军队中长胖 他也很容易受伤 而且无法在军队中服役 也就是说假以时日 当美国本土的胖子越来越多之后 你想想这些胖人连生活都不能自理 他又如何参军打仗呢 所以美国今天面临一个危机啊 就是未来他应对多个热点地区战争的时候 他很有可能根本招不到足够的士兵 所以美国人几十年的渔民教育 美国人几十年食品工业 对本土底层老百姓的戕害 终于有一天会反噬自己的